我們已經出發,大家一起來幫忙解除危機 屋頂動物園藍坡島奇幻大冒險是由文化部博物館及藝術5G科技 跨域應用計畫支持,整合5G及相關AR互動技術 展現兒童表演內容創新的商業模式 與不同以往的兒童劇呈現方式 透過科技加持實現線上線下共演 打造親子展演的新體驗 我們為了要展現5G的應用 所以我們並沒有用APP 因為APP很多都是先行置入式的 我們直接是在網頁上用AR放費3D的模型 直接透過網站輸 我們用五項的合同透過5G及時的合成跟客戶互動 甚至用基本即時預算 在遊戲的過程中 我們去算所有小朋友的向火向右 向前向後 然後用語機才有辦法 能夠即時的互動到我們線上跟線下 但是我們也可以單獨線上演出 我們也可以單獨線上演出 所以這個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怎麼樣會文化內容 多創造多元的價值 多元的運用模式 這個是我們科文雙融圖的整個技術 我們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做一件事情就是落實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我們10月份這幾場的線上跟線下 我們能夠收集市場的意見 我們一定會再出發 我們會再調整再出發 希望能夠在未來把它變成是一個 這個產業在線上和線下展演的成功的案例 因為文化部這兩年推動去跨域的這個科技運用的計畫 就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劇團 我們的表演藝術界 然後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場館 能夠跟科技產業界做結合 去找出台灣的文化內容多元的運用方式 怎麼樣去擴大我們的藝術欣賞人口 他可以再利用這個5G的最新的技術 能夠不受場域時間的限制 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文化內容 那我想雙融圓這次能夠結合AM創意 去把這個親子劇的這樣子的一個展演方式 透過科技的方式讓孩子們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去欣賞 那也在過程中 納入了學習教育的功能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棒的計畫 藍坡島奇幻大冒險 由安徒生與莫加特的創意領軍 透過劇中主要角色安安與默默的邀請 帶領小朋友們一起穿梭線上線下 進入科技與虛實共演的冒險之旅 在這個計畫中用5G的科技技術 例如光學士的多點的動態 除了虛擬攝影機 3D虛擬角色的AR擴金時針 以及我們現場的小朋友的 都會無限化作可以直接上傳影片 上傳然後生成影片 直接在我們的直播的上面 還有研診輸出這些技術 從此也建立所謂的線上線下 共同名出的一個兒童聚出來 同時在線上的小朋友們 可以在演出的過程中 和演員互動 參加共同的演出 並且透過即時的一些互動遊戲 來解決解救冒險的夥伴 那在線下的小朋友呢 也可以即時的互動 然後體驗成績式的一個展演 同時 剛剛剛剛美麗的主持人所說的 在演出結束後 就可以到霍海 去看這些演員 在運動上的演出 以及都在普通一起共同的主演 那安德沙波納特的創意呢 長期以來我們都一直致力於 製作親子共賞共玩的這樣子的節目 那除了呢 我們製作了非常多的家庭音樂劇之外 我們在2013年其實就推出了這個 屋領動物園的這個IP獎 那也很感謝文化部一直以來的支持 所以我們在先前 屋領動物園有拿過文化部的音源多用 甚至科技藝術的這樣的補助 然後讓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這些角色呢 3D化 然後甚至結合了動態捕捉的技術 然後結合更多的科技藝術的東西 那我們也因此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孩子都是科技的孩子 我們需要說 我們台灣的孩子 除了有科技 知道很多的3C之外 我們要結合更多藝術的東西 讓我們的孩子有更多的高度這樣子 這一次為什麼要叫藍波島奇幻大冒險 其實我覺得因為未來這個冒險 可能不是只有我們自己 還有小朋友之外呢 其實整個製作過程都是一場大冒險 那為什麼叫藍波島呢 其實因為我們在科技藝術上面 是淋雨一的世界 淋雨一就是Number 所以這是Number's Island 對我來說很像走到一個新的世界當中 我第一次導進是在寫畫面 是在寫程式跟寫畫面當中度過 跟不同跟博士跟很多人共同工作 去完成這樣子 不一樣的一種劇場的一個創舉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我相信等一下現場 你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這不僅僅是我們自己的冒險 也是大家的冒險 也是未來自己小朋友們的未來冒險 屋頂動物園藍波島奇幻大冒險推出以來 造成一股親子科技冒險體驗熱潮 柯文雙榮也秉持社會企業的初衷 特別開放工藝名額 讓弱勢小朋友也有機會觀賞最新的5G展演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